臺灣即將進入經濟防疫新模式 但本土疫情依然未清零 新增三例本土病例都是非居隔中 應轉陽 其中宜蘭一例曾幫境外移入 個案送餐 推估被傳染可能性高 但還有另外一對染疫父子引起關注 有兩條已經今天期滿 可以結案 一個是我們跨縣市的家庭群聚 另外一個是日益物流 但是因為今天又新增一個 這個雙北的父子 新增一條傳播鏈 確診父子足跡都在雙北市 按二零三九六雙班族 二十三號發病採檢缺診 病毒量高 匡列同住家人發現爸爸PCR 也呈陽性反映 疫調後 雖然發現他有一名剛返台 居家檢疫中的韓國籍妻子 但採檢兩次都是陰性 返台後兩人也不曾接觸 父子到底為何被感染 成了一大問號 只是本土疫情趨緩疫苗接種意願 又跟著下滑 二十四期預約 只有百分之三十七點九 指揮中心再呼籲強調防疫鬆綁 不代表社區清零 尤其根據香港長照中心統計 沒打疫苗染疫長者 死亡率是百分之零點五四 完整接種疫苗者則是百分之零點零三 相差十八倍 新加坡八十歲以上確診者死亡率高達兩成 但有打疫苗的卻是百分之零點八一 少了約二十四點七倍 想成功潮經濟防疫新模式發展 疫苗涵蓋率成為關鍵 指揮中心也延長送兩百元 里村的活動 希望力平衝高第三級接種 近視頻的防疫劇照 採訪報導